比如說我都是很臨時性的 比如說就到中南部了 那我不知道住哪裡對不對 也是一樣 把那個Google地圖拿起來 然後我現在附近有什麼樣住的地方 我會看一下評論 然後呢 甚至上面有電話號碼 你先打電話問一下 有沒有空房啊 多少錢啊等等的 直接過去 幫你導航帶你到那裡 基本上齁 這個出去玩的感覺 品質就可以還蠻不錯的 你不用說一定要 出發前一定要做好很多萬全的準備之後 再出發不用啦 你只要怎麼樣 甚至什麼東西都不用帶啦 就是 甚至換洗的衣服 到當地再買一下也沒關係啦 反正最重要是心情嘛 有好心情到哪裡玩都很好玩 OK 最重要就是靠這些東西 像出國也是一樣 我出國有時候怎麼樣 最重要是漫遊 或者是到當地有網路 其實什麼都搞定了 沒有網路 感覺好像什麼都沒辦法 所以這個當然好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就是傳UIL參數來做到 那這個範例呢 也提供給各位啦 就是說 你們也可以把這個範例 直接 我建議你們 我會希望你們可以把 因為 的缺點是它會跳到外面去 那如果你把 的東西包在SDK裡面 你就是不要讓它跳出去 你就是在 WebView裡面做動作 那User他會認為說 這東西都一直在你的APP裡面 喔 了解意思嗎 就是 對對對 把它包在裡面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彌補那個 FoneGap的開發缺點 因為FoneGap的缺點是說 它優點是它可以去取外面的資源 但是它缺點是 像你剛剛講的 回不來 對不對 就是一直在外面了 就回不來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可以用FDK 把他的 WebView 所以我們會講 WebView主要原因是這樣 你通過WebView 基本上就可以 算是 比較沒有 無縫的可以把 那個 JQuery 應該FoneGap後面也是用JQuery 把JQuery的資源 納入到 WebView裡面去來開發 那當然就是結長補短 因為JQuery的開發 真的是 它的好處 真的就是快速 而且 而且馬上應有盡有 該有的都給你了 對不對 那 如果說你是一個小案子 說真的啦 你當然盡量 User 他也不會 他也不太會去care說 你這東西是什麼做出來的 他只是想要看到結果 那你要給他看到結果的最快的方法 一個捷徑 就是用這個方式 但是呢 你又擔心說 他會跑到外面去 讓User感覺到 你這個好像是連外面 好像是一個超連結 會不太專業的感覺 那你就可以把它包在SDK 所以我們又有一個範例就是說 你可以把那個SDK 把那個FoneCable的東西 再包進來 所以這些東西主要 怎麼講 這是我一個自己的構想 因為我為什麼會 好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